早安 早安 各位 現在是早上差不多五點多吧 我又是這身專辦 沒錯 我現在就是要來釣魚了 後面要打抹光 不可能背著看 背著看 左腳風浪實在太大了 釣得很不爽 我就決定今天 抹光的時候 再來釣一波 現在我感覺不到什麼風 釣起來就是爽 喔對阿 跟你講 這隱居就是 瓦打野居 為什麼會叫瓦打野居咧 因為它就叫瓦打野居 好不要OK 超級有害 看你要搶對的 還是都沒搶也沒關係 出來錄影就是 放空放鬆發呆 OK阿 死 各位 到了給你們看 這個浪好像也沒有比較小 雖然說沒有風 來台灣的東邊這邊釣魚 早上齁 太陽出來就很刺眼 釣釣看啊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好釣 不好釣我釣一小時還要再睡 我告訴你 是在我愛到 愛到四號齁 來 準備開始 滿潮的潮鮮蛋 去搭配到的一條水 是用湯匙仔齁 6Q的 準備拋鋪 抹光 吸乾 不能這種東西 你就慢慢拖 讓它會白就好了 哪有什麼訣竅 就是以它會擺動的全體下 越慢越好 那拖啊 拖啊 拖啊拖 拖啊拖 拖啊拖啊 拖啊拖啊 完全不搖 喔!中了 咳咳 咳咳 咳咳咳 咳咳咳 沒發髒髒的可以再睡了 這種中間實在是真的 那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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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到齁 這個縫應該是有破的啦 只是這浪一直打我 沒什麼機會下桿 丟外面好了 喔!中! 喔!脫的喔! 喔!脫的啦! 喔! 喔! 我家運哥 嗚呼! 中大魚啦 別跑別跑別跑 這隻就舒服了 喔!各位 這麼早 背開釣魚 有隻腳的鴨蛋啦 奇怪!背光 背光 背光就出來了 對啊 蠻大隻的 所以應該 不知道 我對重量沒什麼概念 來! 再接再立 再來釣一下 口感還有嗎? 來! 可能比較空的 點比較輕的 有錯的啦 喔!中了! 喔!又粗的 喔!真是超粗的啊! 三小啊! 超粗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 不要給我掙 不要給我掙 啊! 蠻大賣啊! 雞賣啊! 這麼大隻的蠻大賣 讓我開心一點 結果是這個 喔! 你有沒有看到蠻大賣的賣嗎? 沒有啊! 真的太厚了 我當中找到什麼粗的東西 啪啪啪 結果是這個 喔! 你愛過路啊! 你 你愛過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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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喔! 喔耶! 哦ъъъ! 喔唷! 不要動得好! 空中更叮咚啊! 喔唷! 各位啊 連客人都來啦 我剛才還在撞到什麼錯的 在這邊的變變變變變 又是客人 哇靠 可惡害我高興了一下 阿寬 阿寬是我朋友的兒子 他超可愛 他超喜歡魚的 我把魚送給他 很開心 就阿寬啦 我要看看 阿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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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們到昨天晚上放蝦籠的地方 再撈撈看看有沒有蝦 漂亮啦 叫什麼小傘啊 我們好像在做餐耶 哇 這裡有一隻鹹材肉耶 喔呦 看有人去找魚啦 夠驕傲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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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給你 唉唷 太棒喔 拿起來看起來感覺不太妙 沒有 一隻都沒有 是不是你這個料有問題啊 那完了 我覺得其他七個也都沒有了 應該是沒有 那幸好我們昨天有抓 對啊 小心喔 喔 真的嗎 來 開獎 開獎 拿起來沒有在跳就知道沒有了 對啊 沒有 完全沒用耶 完全沒用 兩龍共骨了 剛剛那兩個是我們昨天期望值最高的 巩固 接下來六個 我覺得凶多吉少 生長 有有有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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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 還有一隻 兩隻 只有兩隻 好啦 至少開虎了 哇 兩顆大石頭 還有一隻魚 是什麼呢 蝦虎那一類的嗎 對 哇 你敢抓喔 你好厲害喔 我敢 放下去 真的放下去 玩到桶子裡面 還有嗎 有耶 一隻 中型的 現在平均一籠抓一隻 喔 有有有有有 我看到了 喔 兩隻大的 開獎 幾隻 這裡就 它有一隻卡在裡面 中間 想說現在可能都有 來來來來 施策 比我們這種抓的還要少 應該有10條吧 它有嗎 八個蝦籠 中10隻 還夠長的 應該還是夠吃啦 哇 啤酒蝦用氣化爐來料理 這台是高洞嘛 感覺是重兵器 怎麼用 用這個是因為一般的瓦斯 在低溫下 它就沒辦法點嘛 這個低溫沒問題 在雪地裡面拿什麼的 阿鐵馬斯不是有另外一個型號號稱是 在喜馬拉雅山唯一點的找的 真假的 這麼兇喔 我們有幾乎會到這麼冷的地方去嗎 網路上一堆人推薦我來用啤酒蝦 用啤酒蝦 用啤酒蝦 我哪有吃才爽 你這個均爐跟一般的瓦斯爐 哪一個比較強 速度 鹽谷大概4.1k瓦 這個11 我怎麼知道它幾瓦 這個11T大概是3000 那比鹽谷弱啊 它比鹽谷弱 可是它看起來就很秋啊 鹽谷用久了 你會覺得不環保 瓦斯罐 3罐5罐都空罐 可是這種就是 搖溜加進去 沒有喔 而且又便宜 啤酒蝦製作過程 上網看的 也不知道對不對 重點有啤酒有蝦就好了嗎 它的做法應該就是有點像三杯 三杯是哪三杯 真的忘記了耶 麻油啊 醬油啊 還有什麼 去自油 去自油 哈哈哈哈 炒一炒就直接丟了啊 它比怎麼丟 你認真 認真啊 太罐了 太罐了 水 水 這樣就夠了吧 米爐的正確用法是 這樣好不好 不是這樣好不好 米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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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漂亮的 超級香的耶 出爐 出爐了 舒服了 好 好 好 體驗一下三眼樂趣 喔喔 這麼燙 很燙 我等一等了 跟炸的比還是有 你要聽我的真心話嗎 我覺得炸的比較好吃 哈哈哈哈哈 因為炸的整個很酥 吃起來都很爽 啊這個就是 可能去要博客 要不然會燙燙 可是它的味道是好的 是甜的 小吃的 像這麼小吃的可以直接客 大家真的 刺斃一定要博客 但是我感覺要博客 就很飛去 很甜 倒有點啤酒香 你吃看看 跟大人說好不好吃 來 好不好吃 什麼味道 你說好吃 咬一咬 什麼味道 你的臉好無骨 什麼味道 像蝦子 像蝦子 沒錯 是好吃的 就有點麻煩 對 我選一隻大隻的吃看看 我剛剛都吃小隻 中型的就好 這個醬汁真的很讚 居然還有蝦膏 還有蝦蝦嗎 有 你看 端著是去分享 錄影就是這樣 如果弄了一盤特別的東西 就是拿著是出去分享給大家吃 所以我覺得錄影的精髓在於 分享 或者說同樂 感覺很好 各位 我早上到的 那邊穿的椅子 我們這邊最專業的主廚 把他料理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哪裡哪裡哪裡 中泡塞 好厲害喔 中泡塞 中泡塞是這一位 中泡塞 這是郭彥級的了吧 這是郭彥級的了吧 你釣的也先吃 來來來來 這怎麼好意思 來喔 各位 很厲害 怎麼弄成這樣子的 可以吧 可以啊 我如果說這個不行 我沒有東西這樣 可以嗎 沒有位子 不會太鹹 好吃 我後來有淋點 很嫩 好吃 好吃 你們趕快來吃 好吃 剛出海的食場 馬上變成一道料理 太厲害了 各位 我身後就是 全台灣最Man的漁港 男人漁港 本次錄影已經告一段落 我現在準備回程 順道繞過來 男女漁港這邊看一下 這次露營活動 安排得很緊 從沒有時間過來這邊 這個漁港 看一看環境也是很有名 也是感覺很適合釣魚 下次有機會再來囉 今天影片就到這 我是額大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 中了 中了 中了